以前我跟他講說大陸會推出七奈米 很多人把我罵的臭頭 怎麼可能啊 所以我現在出來了 他很快就會推出五奈米 所以我覺得這一輪 針對華為的晶片打壓 美國會完全崩潰 毫無贏的機會 七奈米以上 中國大陸會全部封殺全世界的產量 我就不曉得美國你憑什麼東西來打壓 這個叫做拿磚頭砸自己的腳 中國大陸的晶片製造 到達七奈米 已經是一個巨人而打不倒 今天我們來關心事蓬勃的報導 獨立機構分析現在顯示 華為最新的智慧型手機 這款Pura70系列 搭載是由中心生產的麒麟9010高階處理器 在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圍堵之下 華為現在仍然是可以持續更新 它的在先進的晶片上面 事實上您還記得嗎 我稍微帶大家回顧一下 去年華為發表的這款Mate60 Pro的智慧手機 其實使用的就是麒麟9000的處理器 當時美國官員還認為說 華為你是沒有能力可以生產7奈米晶片的 現在也確定新的手機這一款 Pura70在經過拆解之後 使用的晶片正是透過 畫面上您看到了這個 所謂的7奈米再加N再加2所生產的 好 什麼意思 白話文來說 就是原本7奈米的一個加強版 換句話說在禁令之下 華為的這一款晶片仍然可以在持續的升級 而且效能的部分更是提升了 較前一代增強幅度達到10% 零件的部分現在大家也關心是說 確認了高達9成的零件部分 主要都是大陸自己生產的 這個錄製的零件 主要的供應商 這邊畫面上您看到面幾家出來 包括了有藍絲科技 長銀金蜜 還有京東方等等 達標率相當的高 那麼另外一頭來看到的是根據報導 競爭對手美國 現在眼看華為來勢中心 自己封鎖沒有用 現在找上了盟友一起來幫忙 來看到的是日本 南韓 還有荷蘭都可能來幫忙一起 對中國大陸執行更嚴格的出口管制 這當中包括阻止自己 國家工程師在中國大陸的半導體工廠工作 限制他們也對中國先進半導體廠來進行 後續的檢修晶片生產工具的服務 我們看到華為去年發布搭載7奈米製程的晶片 讓美國緊張現在Pura 其實還是升級版 逼得美國得找上盟友幫忙 但是有用嗎 加入這些日韓 荷蘭一起對中國大陸造成的壓力會有多大 蔡委員怎麼看 這個半導體要再打壓中國是有點困難 就以華為為例 因為華為有一個我們稱作台積電的叛將 但卻是中國晶片代工之父叫梁孟松 他的技術水平真的非常的高 因為以前他14奈米要跨進7奈米 就是他幫這個中芯國際給突破的 那現在做7奈米的時候 前一段時間他剛推出來的華為的那個什麼 魅六子是用叫做7奈米M plus 1 就是說M plus 1是表示說是優化 第一個階段的優化 第一代的優化 M plus 1是第一代的優化是被認為說 頂多是8奈米 9奈米怎麼有到7奈米 可能是假的7奈米 可是梁孟松推出了所謂的M plus 2 百分之百是真正的7奈米 有人傳說他已經到M plus 3 然後就跳到5奈米了 所以這種優化 你除了光刻機沒有辦法改變以外 它可以優化 就整個自廠的優化 這個自廠的優化是一門很高的一個科技工程 對啊什麼意思啊 就像說那個F16戰鬥機 要加上V往後這裡加一點那裡加一點 加到時候可以跟F35拼 這當然那種概念那種概念 那他真的做到了 就是說重複曝光 到底線路會模糊 那個奈米差距會擴大 但是經過某種特殊的優化校正程序 他多賽幾次還是一樣 那只是良率會比較差一點 成本高一點 但對華為手機賣的嚇一嚇叫 都不差這一點錢嘛對不對 所以他負擔得期 負擔得期中芯國際再少賺一點的話 那就過去了嘛 所以基本上這個程序 也是突破的被封鎖很大的原因 回過頭來 他說那以後我不要讓這個荷蘭的工程師 去幫你維修DUV有沒有 這個叫實不我遺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嗎 DUV在中國已經有10年了 已經培養了一大票年輕的工程師 他整天就跟機器睡覺了 他怎麼會不修你不會修機器呢 那在荷蘭只能說那我可不可以把你那個維修 如果是美國製造的零件 我就不拿來維修了 這也不是問題了 因為DUV不是新機器 DUV是老機器 在新的形式就像F16 這個F16什麼ABCDE 這上來的 很多零組件在中國大陸都找得到了 不是問題 所以對於說美國要禁止 所謂的荷蘭工程師其他工資幫中國大陸維修 那個太慢了 如果找個五年十年還有機會 現在中國大陸已經自己培養出來的 他們每一次如果荷蘭工程師來的話 一看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差不多五六十歲的 可是底下跟在他旁邊的中國工程師都三四十歲 那個修這個機器一點問題 維修一點問題都沒有了 所以我是覺得美國弄錯了 那至於這個 那個所謂的709010 那的確啦 講對了 七奈米M plus one對不對 這個我個人判斷 應該他們的五奈米已經在路上了 已經在路上了 就是N加三嘛 因為賣得好 我想科技公司就有個特點 我賣得好我就可以高價買成本更高的沒關係 然後你說美國來跟我競爭了 iPhone手機可以跟我競爭啊 iPhone手機你本來就賣得貴啊 那我賺得少啊 對不對啊 你賺得多啊 你有股價壓力 我華為也沒有股價壓力啊 這樣一來的話 他很快就會推出五奈米的 這個以前我跟他講說 大陸會推出七奈米很多人 把我罵得臭頭 怎麼可能啊 所以我現在出來了 五奈米 三奈米是一個極限 DUV的極限 可能有困難 但五奈米真的不是DUV的極限 這個美國人想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輪 針對華為的晶片打壓 美國會完全崩潰 毫無贏的機會 那只是會害死他們自己而已啊 為什麼 那個 這個也不能賣 那個也不能賣 對不對 不能賣就把中國大陸的設備廠商也培養出來啦 中國大陸剛開始做了很多 因為半導體不只是光刻機 整個設備啊 剛開始我就求過他們 所以你幹嘛出事爛造 他說不得已有沒有人買啊 現在不是啊 現在幾個大廠都要買 因為外國買不到 只要買自己的啊 買自己的有錢了 他裝扮就好看啊 對不對 那個各方面的設備就一直加強 技術是在的 只是你要做到一個產業的機器有一定的規格 有一定的穩定性 現在都通得出來啦 所以中國大陸的晶片製造 到達7奈米已經是一個巨人而打不倒 而且更慘的是什麼地方啦 7奈米以上 中國大陸會全部封殺全世界的產量 他現在14奈米以上已經佔了全世界六成啦 那你如果在他7奈米喔 再更優化成熟 我老天爺啊 他成本會一直降低 不會像現在這麼高喔 他越做越精熟 越做成本就越低 那成本低有競爭市場競爭用事 我就不曉得美國你憑什麼東西來打壓 是 這個叫做拿磚頭砸自己的腳啊 是 好 我們看到美國的禁令之薩 許多的強項 現在不能賣晶片到中國大陸 不過有幾家是可以 包括現在高通跟英特爾 但是另外一頭我們剛剛提到 他是限制說希望他的盟國日和韓 不要賣晶片給中國大陸 現在有兩個問題想要請教嚴老師 第一個有沒有雙標 第二個盟國看到美國這樣做還會乖乖聽話 不賣給中國大陸嗎 當然就是有雙標 這也是我常常在節目裡頭講的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 今天你說這個賣不賣給大陸 最終他會把這個技術學會 但是你都想在他還沒有學會之前 先撈那一筆對不對 那現在日韓或者說這個荷蘭就想說 原來這第一筆是你想撈 等你撈完了我們也沒有了 都是大陸的自己做的 倒的也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就是你要不然就全球一起 大家都不要貪心 就是說我們一起狠下來 這一筆都不要賺 就是不給大陸了 那你自己又偷賣 所以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 所有的都說我知道大陸未來一定會學會這個 以後就沒有了 但是在他學會之前 那個第一筆的那個市場 或第二筆的市場 按照過去這些資本家 在拉丁美洲 在其他地方經驗 他們覺得有得撈的 結果沒想到碰到亞洲 碰到韓國 碰到大陸 都吃別 那現在他們要求你說不要賣 那你自己就不要賣 可是他們自己想說 我還是我還有一筆可以撈 我先撈一下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絕對是 但是我覺得日韓可能跟荷蘭 大概摸摸鼻子也是好認的吧 不然怎麼辦 你碰到美國這種強盜你怎麼辦 好 我們繼續看到荷蘭的角色 在這一次真的很關鍵 他在日前 ASML 他召開 艾斯摩爾召開年度的股東大會 他會上宣布說 卸任的前CEO溫尼克說 未來ASML 仍然可以為中國大陸的客戶提供售後服務 但是目前最新 我們來看到最新的新聞報導 又說 艾斯摩爾為中國客戶維修 是不能使用美國製造的這些零組件 以及不可以使用來自任何美國 並且受出口管制的這些零組件 事實上我們也來關心說 不能使用這個荷蘭商的EUV 對半導體產業來說 會增加多大成本 主要是他們的考量 我們從這一家是美國的 這個英特爾代工 可以看到去年 它的營收是189億美元 換算新台幣6000多億 年減幅三成 虧損是70億美元 針對此 為什麼會這樣虧損 其實這個季辛格 他也出來坦言說 主要受到代工業務 因為錯誤決定所導致的 他特別提到了 畫面上你看到 他說一年前 因為反對使用 ASML的曝光機 所以導致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成本上面來說 相當的不符合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舊的CEO 為什麼他要一改說辭 現在又不能提供 中國大陸光刻機的售後服務 剛剛委員幫我們提到說 現在不能提供售後服務 中國大陸或許已經也不害怕了 鄭總編又怎麼看 就是剛才委員也說得很清楚 就是這個DUV 其實對中國大陸來講 已經使用了一段時間 而且培養了大陸相關的人才 還有一些替代的零件 我估計這幾年可能陸續也有 這個情形其實在軍品裡面常常有 特別是我們使用很多 現代化的這些設備 經常有所謂消失性傷源 這樣的一個說法 也就是你這個產品週期10年 甚至20年 你不可能所有的零件 你一直都有備用 隨著時代的進步 你都會有優化的一個替代品 或者一些優化產品出來 像我認為像DUV 或許它也有這種狀況 特別是中國大陸 因為和美國進行科技戰 還有這一種的這種禁止技術 我想它也絕對會做一些備案 因此在部分的零件上來講 想辦法用國產的替代 或者美國之外的商員來進行替代 它這個會積極去努力 對 因此就是導致美國對於說 這個DUV售後服務這種維護 或者更換零件這個部分 對於大陸的打壓來講 它的效果其實是大打折扣 是 但是總體來講 我認為ASML還是會根據契約精神 對於非美國以外的技術維護 還是提供一定的服務 但是對於說一些零件來講 特別是只限於美智的零件 這個部分可能就有待於大陸方面 自己尋其他的管道或自力自強 發展替代的零件來影彌補 是 好 謝謝智能編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觀眾朋友這一節產業消息 我們一起來看向這一場科技的土洋大戰 本土的國產華為手機對上的大蘋果iPhone 目前的最新進度 我們要來帶您一次在今天做掌握 到底是如何 先來看到今年 兩個品牌在第一季的一個營收 是終於公佈了 最近我們來看到銷售狀況 是來自於Counterpoint科技的資料顯示 今年在第一季度 iPhone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到它的銷售 是大減了大約19% 近兩成的一個幅度 那麼創下疫情爆發以來 其實在中國大陸表現 已經是最差的一次了 目前在中國大陸目前的市佔率 大約是15.7% 排名的部分在第三名 相比之下 我們來看到華為手機的部分 銷量則是暴增了近七成 達到69%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場科技戰打下去 美國仍然是不斷的祭出 各種的科技上面的封鎖 但是我們也看到了華為 在包圍之下 還是不斷追求本土藥國產制 它裡面所有的設備等等 到底目前華為 新機國產化程度有多高 我們也帶您一次來做掌握 現在是來自於中國的科技媒體 科技湖的報導 實際進行了一個拆解之後 我們要來看到這個新機 特別注意到是這個 新款手機 Pure 70的系列手機 幾乎已經做到百分之百的本土製了 好 裡面的零件包括哪一些呢 先來看到晶片的部分 採用的是海斯自研的 麒麟 9010的處理器 還有國產的快閃記憶體 螢幕的部分則是來自於東京 來自於京東方還有維信諾 那麼不過我們在這當中也發現了 如果是Ultra版本目前相機的部分 主要還是來自日本的索尼 我們可以看到蘋果在第一季 我們剛剛講到了這個銷售的部分 下滑20% 另外看到華為增加70% 張基老師如何做解讀 我想基本上來講的話 對於華為手機 在中國市場上市成功 這個我想你不能把它詮釋成 它未來能夠在全球跟蘋果去 曾窮他也會同樣的順利 但是這個初期的就是成功 它這個是一個短期的現象 有很多的商品的上市 先盛 後衰 暴起暴落 這也曾經發生過 另外像這個統計數字 一個是我們講市占率 另外一個你講的是 華為的統計手機 它的增長暴增是多少 那我覺得大家要知道 這個世界上之中 不是只有蘋果跟華為 蘋果跟華為之外之後 這個就是真正在分享 所有這個就是手機的之中 還有OPPO 還有小米 還有榮耀 還有Vivo 所以其實像戰國這個七雄 這個就相互爭霸 所以你不能說 因為華為的暴起 就是認為是蘋果暴跌的 真的原因 到了最後還是要用全國的 這個全球的市場來觀察 因為我們不要低估華為去全球市場 爭雄的就是那個雄心 但是有一點我倒是可以跟大家報告 就是這一次華為的銷售策略 是透過網路一半 然後也透過這個市場的排隊 但是對於商情調查而言 這一點是很重要 因為以往單純的是上市 然後要到門市去排隊而言 而不是經過網路去訂購而言的話 你很容易被競爭對手去掌握 是哪一個收入 哪個群體 哪個年齡群 哪個顧客的背景 這個是重要的商情資料 所以說假如是說 我平常在中國大陸市場鎖定的客源 其實沒有被你搶走 那這個蘋果其實不會緊張 但是原本它未來要上市的iPhone16 萬一這個客群被你先戰而走 那它就會感到緊張 所以它你利用網路銷售 讓你的客群 一下子它沒有辦法掌握 這是對於蘋果而言感到最害怕的一點 好 老師幫我們講到一些內部 要持續觀察的一些現象 另外它現在站穩在國內華為的部分 中國大陸的本土 國內的市場 未來在海外的市場表現又會是如何 這也持續值得來再做關注 我們剛剛講到說 它這個內部的零件幾乎打到國產制了 美國一直不斷的寄出各種的禁令 接下來還會有什麼樣的新招 還要繼續美中脫鉤嗎 有用嗎 Ross怎麼看 很難說是有用的一個策略 我們知道美國常常抵骨中國的研發能力 尤其是在科技方面 尤其是在最近三年左右 中國自己研發的速度非常快了 所以美國不管韓投國或金智林的話 好像沒有用 而且最近Gina Raimondo 就是我們商務部長接受美國電視節目發問的時候 他說We've outmaneuvered China Outmaneuvered 就是我們比較有創新的能力 但是他用過去式 所以立刻有很多中國網友來 在我的帳號留言說 連你的帳號 對 連你的商務部長用這個過去式 那意思是美國不知道未來 將來會不會繼續領先中國的研發能力 這個真的是一個玩耗 你自己怎麼看呢 我還是認為美國會領先 但是中國每次一定會Catch up 這樣子大概需要多久的一個進程 有辦法大概知道嗎 其實很難說 但是不管是晶片或其他的設備 我還是認為美國會領先 但是美國有新的晶片等等 中國不久之後自己就會研發了 是 謝謝Rus 好 我們持續看到現在剛剛提到 這個美國持續的制裁 是很難取得這些來自於西方的晶片設備的 但是確實我們也可以看到 去年在2023年的營收 是較前三年是有下滑的 超過大概幅度是兩成 不過有一個表現是比較好的 是在它的ICT的基礎設施的業務 現在是在逆勢成長當中 我們現在看到一些數據 目前整個ICT設計 對華為來說到底有多重要 大概就是佔它營收整體的 大概達到一半 去年我們來看到畫面上 營收的部分達到了3620億人民幣 這個年增幅有小幅的增長 大約達到2.3% 但是我們也要來看到 它在歐洲的競爭對手 當然大家很關注的幾家 包括了Nokia 我們現在看到收入畫面上 是下降了大約8%左右 愛力性同樣也是下滑 而且這幅度比較大 愛力性的幅度大約達到15% 所以大家也看到說 現在華為持續的坐穩 目前在5G的設備的一個製造 算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 好 我們現在看到說 歐美都在進華為的設備 不過我們也可以看到 目前德國的部分 5G設備當中被大家發現 其實有六成目前 還是使用華為的零組件 他們說未來我們要全部拆掉 我們想要知道是說 真的有辦法全部都進得了嗎 華為為什麼現在在ICT的設備領域 現在看起來還是比這些老品牌 包括愛力性還有Nokia 還要再略勝一籌 老師怎麼看 這一邊的話我們其實要看的是 感覺上好像之前美國 或者是什麼很多國家 說要打科技戰 說要去打晶片戰 禁止中國去取得這些高階晶片 可是其實就像剛剛Russ講的一樣 高階這一邊 或許美國一切是領先 可是今天是不是所有的設備 都要用到這麼高階的晶片 這個其實是一個關鍵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講在商延商 我們今天講的不一定是什麼火箭發射 或者是什麼登陸月球 那些非常高階 或其他的一些高階科技的一個應用 我們在一個名聲使用 或者是我們講的手機這一些 它不一定會用到這麼高階使用的晶片 所以其實今天對中國來講的話 它如果這一邊它還是有其他的方式去取得的話 那它自然就有辦法去做這樣的突破 再來就是我們要看的是 我們今天看的是設備製造商 它等於說它了解它要去競爭的 對手的一個市場在哪裡 競爭市場在哪裡 就我們講的target market 你的目標市場是哪裡 現在它現在要跟Nokia 或Alison這些在競爭的 已經不會是以前我們講的Nokia 以前我們講的手機大國 不會是手機這一塊 而是在其他的網路通信的基礎設施 那就這些廠商來看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承包商來看 它如果今天有一個相對來說 成本比較低的選項 那何樂而不為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要再看 整體的一個我們講科技戰也好 或商業戰也好 第一個要去看的就是說 今天在這上面 中國還會去競爭的是產品的 是這個設備的零組件 還是是一個消費性產品 如果今天是iPhone 剛才其實張老師講到的 Apple這個iPhone的話 那它是不是華為有辦法 跟它做正面對決 這個可能我們很難講 因為有時候我們知道 大家買iPhone 並不是它的性能 而是你可以加入整個 蘋果供應鏈 一個蘋果的所有的全套的服務 它的所有的這些 軟硬體的一個支援 那甚至有一些朋友來說的話 可能它的iPhone是一個訓耀材 那這樣子是不是今天 華為在這邊可以去跟它競爭 這邊我是當然是持保留的態度 但是如果是在一個 設備的零組件上面的話 中國這一邊 絕對在市場上面 是還是擁有相當高的競爭力 是我們看到是整個系統 還有零組件到網路通訊 5G都是現在時下最需要的一些東西 除了在基礎設施上面 繼續努力之外 我們要另外來看到 華為現在努力的 還有它在鴻蒙系統的發展 現在還要跟誰競爭 當然就是iOS系統 還有Android等等 要來爭這個全球的版圖 我們現在來看到這位 畫面上是華為的輪值董事長 這位徐執君 他說等到5000個Android的應用程式 都全部移植到Harmony OS上的話 那麼華為他認為是 將擁有世界第三大的 行動作業系統 好 這位董事長 他也特別強調說 在今年他要打造出 鴻蒙APP的一個生態系 我們剛剛認為說 華為他望遠的是全球 真的有機會把這個鴻蒙的OS系統 走上全球嗎 Ross怎麼看 走上全球是不可能的 因為已經有太多國家金融 或可以說中國的手機沒有受歡迎 所以不管是美國或西歐或印度 那中國已經 華為已經失去了幾個很重要的市場 但是當然在中國 中國市場本來就很大 那另外有中東南美洲 還有非洲的市場 所以還是有成長的機會 的確是有的 但是會不會當全球的第一名 我還是會有疑慮 我覺得可能性不大 哪一個市場 比較可能是接下來 他們可以去努力的 我真的覺得非洲 在非洲 中國的東西 中國的廠商 還是非常受歡迎 還有非洲跟中國的關係 越來越緊密 沒錯 所以非洲的確是有機會 尤其是因為中國 中國的東西 也不像在美國或西歐 已經認為是不受歡迎的東西 對 這一節產業消息 來關心美中戰火持續延燒 我們來看到華為去年推出的 Mate 60 Pro 向世界聲部突破 美國晶片封鎖之後 震撼全球 當然是絕對增添了討論熱度 不過我們來看到 美國似乎沒有將此放在眼裡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來看到最新在21號這一天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他說了 根據目前的調查 華為所使用的晶片 並不如美國先進 而且他說 落後美國多年 證明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限制 依舊是有效的 我們看到雷蒙多官方說的 非常的自信 但是實際我們來望遠 中國大陸14億人口的消費市場 現在來看到 特別在手機部分 美國智晶片的iPhone 今年前6個月銷量 報減了多少 24% 同期我們來看到 華為手機的部分 出貨量年增幅達到了64% 要基於現在是第二大廠 不只是手機而已 現在電動車在中國大陸 也是同樣遭受 非常大的壓力跟瓶頸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到 在面對比亞迪 小米等大陸品牌的夹殺之下 電動車大廠特斯拉 最近說 終於敵不過壓力 要來降價了 21日宣布 他接下來在大陸全車系列 產品無預警 要來大降價 浮渡是落在多少 每一台人民幣 大約減少1.4萬元 換句話說 一台Model 3 畫面上您看到 現在只需要23萬人民幣 換算新台幣104萬左右 就可以把它開回家 我們也可以看到 現在美中之間的關係 尤其在2018年 加拿大警方應美國要求 政府司法互助 逮捕了華為副董 孟晚舟之後 可以感受到 西方跟中國大陸 彼此間的不信任關係 持續加劇 再強化中國大陸 人民的愛國意識嗎 這樣的趨勢之下 是否可能遇見 未來中國大陸 國貨產品銷售 可能碾壓西方 現在會成為西方 跟中國大陸 國貨主要兩股的銷售勢力嗎 今天我們請專家 來一次做解讀 接下來看到如何解讀 雷蒙多他所說的 華為晶片仍落後美國多年 委員 這個是事實 我必須承認 就是說從全面的科技水平來講 華為還沒有辦法做3奈米 5奈米 但他有能力設計 3奈米5奈米的晶片 所以雷蒙多所推動 對華為的打壓 在過去三年是有效的 請問一下 未來三年已經不一定了 所以華為在努力在突破當中 會突破到什麼程度 我們現在看不出來 但是光目前的突破狀況 就使得華為的手機的銷售量 快速成長 使iPhone的銷售量 在中國大陸是爆量跌 所以你看iPhone 以前都從來不降價的 從來不降價 也不來台灣降價 實在不過一次 然後特斯拉也是這種情形 所以中美兩國如果不斷的競爭 其實對於我們全世界消費者是好的 因為雖然這個特斯拉跟iPhone 不敢不會在台灣降價 可是也不會在台灣提價 下一波的話 i16也會比較便宜一點 所以華為加油 我們可以買到更便宜的iPhone 這個就是個撞球現象 因為雷蒙多當然站在商務部長 他這個4月21日是剛剛接受 美國那個什麼 60分鐘節目的專訪 當這個他很驕傲地講說 你看我們美國的半導體還是領先全世界 就這個主持人在吐那一吵 不是台灣嗎 不過他沒有分清楚 半導體晶片設計 美國能來世界第一 然後製造台灣第一 然後生產中國第一 為什麼 現在中國的半導體生產量 佔全世界64% 所以生產中國是第一 製造我們台灣的製造 僅限於高端產品 佔全世界比重比較高 在中低端產品 我們沒有那麼高 因為我們就是什麼聯電 利基電 那股票不會漲 那只是股票 在高端 我們台積電是值得我們珍惜的 所以要好好保護它 讓它不要缺電 讓它不要被美國人抓一大屁股 這是我們任了一個台灣政治領導人 要去努力的 但美國 當然也是很巧妙 美國現在晶片設計業的 第一名也是台裔的 第二名也是台裔的 真的很巧 第一名就是黃仁勳 第二名就是蘇之鴻 那表示當年李國庭 這個抱著頭說要搞半導體 蔣經國還沒搞不夠 就直接撥一筆錢給他去搞 真的還有效 只是未來我們其他的領導人 有沒有這種智慧而已 好 在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壓力之下 剛剛講說這個手機之外 很辛苦之外 在電動車我們剛剛也說很辛苦 這降價幅度說 每一台車達到1.4萬人民幣 降價幅度真的是非常的大 是因為敵不過內部 中國大陸內部的市場壓力嗎 還是有其他的考量 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小米跟比亞迪都在夾殺 特斯拉未來的機會又到底是什麼 總編你怎麼看 我們知道大陸各行各業 都是有一個普遍性 就是這樣內捲嚴重 就是內部的廝殺是非常慘烈 其實像電動車其實也是如此 像除了大家耳熟能講比亞迪外 像這個未來 小鵬 之前雷軍的小米也加入電動車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廠牌 因此對於這個特斯拉來講 在那麼內捲的一個環境下 它非要打落門也要獲血村 這就是為什麼 面對那麼強勢的壓力 它必須要一直降價 而且已經降價了好幾波 我認為這不是最後一波降價 未來可能還需要繼續降價 至於說為什麼內捲那麼嚴重 這就必須要談到 在電動車整個產業鏈裡面 因為大陸的整個產業鏈非常完整 除了車以外 我們剛才講到很多品牌 事實上包括電池 機電系統等等 它已經非常完整 因此它可以經得起這麼樣的降價 但對於特斯拉來講 它作為一個外國品牌 它能否比照辦理 我認為隨著內捲 最後總是會達到一個它的臨界點 因此對於特斯拉來講 未來確實在大陸比較堪率 這是大家必須要持續觀察的 後續的發展 是 同一個問題 顏老師哥 總編特別講到內捲這個問題 這主要是跟消費市場有關 但我也要想問說 這是不是有一些民族情緒在裡面 您有怎麼看 我覺得當然有 可是我覺得蔡委員常常講 覺得就是葉仁他們講的 產能過剩 大陸其實就是真的是產能 當你產能過剩 市場上有這麼多的選擇 你能夠不降價嗎 我覺得一定會要降 這是很簡單的 你要競爭 要有維持競爭力 你不降價 那就沒有競爭力 是 答案是很簡單 可是今天我覺得特斯拉 或者所有的美國公司 到了中國大陸 都有 以前都有一個 最早的時候 他們都有一個幻覺 就覺得說 我今天進入這個大陸市場 我先節足先登 我佔了一席之地 然後我就可以銷售我的第一批 然後雖然會被所謂的 有些技術轉移 可能對方很快就會學會 但是起碼我賺到前面這一大筆 那根據美國過去 在拉丁美洲的經驗 是 都學不會 所以即使有技術轉移 他們也沒有拿到 所以就繼續在美國的 這個產業的優勢 就一直維持住 可是沒想到大陸到了中國 大陸學得這麼快 一下就學會所有的東西了 那變成是你在扶植你的競爭對手 那答案就是很簡單 那你為什麼要去 你知道他會學會 我不去別人會去 所以我還是要去賺那第一筆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同樣的 我們剛剛前面 如果提到美國 對大陸要是增加關稅或等等 你應該去問的是 為什麼你的美國公司 還要去買大陸貨 要愛國 你就根本 不要去進口大陸貨就得了 而不是說進口了大陸貨 然後你再增關稅 結果還是比美國貨便宜 結果美國人還在買大陸貨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覺得要去競爭 你說是不是大陸的政策 把他們吸進去騙進去 也不見得是 就是因為過去美國 在其他第三世界所做的這些投資 他都覺得你最終是學不會的 你最終是 要求技術轉移也沒拿到 可是沒想到到了大陸吃了悶虧 是 好 剛剛雅老師幫我們特別提到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外資你先進去 然後我在這邊落地 然後我接下來先賺第一波錢 我不認為說技術可能那麼容易 就被轉移 不過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也有這個專家特別說 叫做養殺套模式 這是什麼 等一下請委員來幫我們看 我們先來看到目前特斯拉 他近期到底經歷了哪些事情 特別從去年7月以來 市值的部分蒸發了4000億美元 這幅度年減幅超過了40% 非常的高 我們看到特斯拉目前市值 只有Meta的一半 而且甚至只有Google的四分之一 剛剛我說的養殺套模式 講這一句話的就是前專欄作家 畫面上你看到叫做史密斯 他在他的個人部落格說了 特斯拉未來最大的競爭 就是來自於中國的車企 導致發展前景蒙受陰霾 他特別揭露說 中國大陸現在對於外商 養套殺的模式 也就是外商會受到市場誘惑 進入中國 剛剛顏老師您幫我們說非常多了 接下來中企透過合資 或其他方式 他說用盜取技術的方式 最終將這些外商 給全部趕出中國的市場 委員您如何解讀他這句話 因為美國人輸了要找理由也不難 這是美國智慧 American Intelligence AI的一種新模式 因為這樣他心裡會比較舒服 免得需要看心理醫生做心理輔導 我們特斯拉未來 當時他到中國去設上海工廠的時候 股價才19塊錢 為什麼沒有人看好他 美國人都看衰他 那中國就給他養 養什麼 土地免費 睡眠 進口什麼都不用 反正你只要來在那邊裝配 在那邊製造 睡眠一遍 結果沒有人認為 這個上海工廠開得起來 也是很新的無人工廠 那無人工廠一開起來 他的股價就一揮衝天 這個是特斯拉受惠於中國 他已經不是那一股19塊的 那你今天從一股那麼高 等一下來你在叫什麼 你是不是好叫的 所以第二個 有沒有套 這個不能叫套 為什麼比亞迪可以起來 第一個 拿錢去給比亞迪扶起來是誰 是你美國的巴菲特 不是別人 是你美國的巴菲特 去把比亞迪養轉 為什麼 他發現比亞迪的電磁技術 有特殊的地方 特斯拉是電動車的操控系統 有特殊的 然後比亞迪的操控系統 是不如這個特斯拉 可是他發現 比亞迪從電磁轉過來 做電磁是比較長遠的 所以因此 這個當時巴菲特 就要砸大錢進去 結果把比亞迪給拉上來了 那你現在比亞迪以電磁取勝 你特斯拉電磁在哪裡 跟韓國人買 你丟不丟臉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養套商 你自己特斯拉走錯路 如果你一開始也在中國 就跟什麼寧德時代合作 他現在才開始想要跟寧德時代合作 已經有點晚了嘛 那你走錯路了 你的車型又設計又很笨 你老闆整天都去搞什麼火箭 對不對 那你自己走錯路 現在怪中國養套商 這不是一個中國的政府在操作 這包括你的巴菲特 馬斯克 是一個市場競爭的結果 那如果真的養套商 我講美國才真的養套商的主事也 大家忘了講 台積電在恆遲幾年前 曾經到美國華盛頓桌去蓋一個半導體工廠 美國說我要給你獎勵 後來獎勵拿到沒有 沒有 騙我們去 騙 套住了 殺 用工會來殺 台積電最後關門回台灣 那我擔心 他現在從事就顧忌 把這個台積電騙過去 說我給你50億 結果發現50億是什麼 賺錢就要回來 交給他 那我又不是借不到錢 憑台積電這個招牌 你借給他50億多得很 錢強迫 你不能不拿 拿了以後 然後賺錢還回去 還有更重要的說 你客戶資料要給我 不然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賺錢 所以盜取客戶資料 那接下來 你把台灣的員工去配過去 配過去說 我可能給你這個綠卡 結果很多台積電工程 就傻傻的就過去了 到現在綠卡還沒拿到 然後開始有人在做工作 你如果轉到Intel 就給你綠卡 所以是不是養套殺 就是養套殺嘛 所以我是覺得這美國人 也不拿鏡子照照自己 好像自己永遠是上帝生的 所以表示說一種很高尚的 其實美國醜得料死 是 在美中科技戰上面的競爭 除了剛剛我們提到這種 商業模式上面的競爭 還有技術等等 我們看到政治上面 是否也會有一些影響 尤其特別大家關心到 是2018年這個孟晚舟事件發生之後 是不是在加劇現在中國大陸內部的 一些愛國的民族主義 現在國貨商品的銷售上 確實我們可以看到 有非常好的一個趨勢 但是未來我們是想要看到說 這個趨勢會越來越明顯嗎 這樣子會不會導致西方產品 未來更加難以進入到 中國大陸的市場 總編您如何解讀 確實孟晚舟事件 對於中國大陸民情來講 其實對於西方等於 之前很多幻想 就是破滅大半 特別是他可以無一所不用其 而且其實推翻他之前 所強調很多價值觀 只是為了在商業上打款的對手 而且用很多包裝的語言 後來都證明 其實你說白了 就是赤裸魯的商業競爭 而且過去以來 不只是在整個孟晚舟 或商業領域 或者科技戰 在很多領域都這種雙標 以實力為原則出發 然後處處打壓中國大陸 其實我想這個是確實激起 中國大陸老百姓這種愛國意識 其實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就是 大陸的產品在很多領域 都已經上來了 相對於這個外國產品 絲毫不會差 譬如電動車領域 大陸的產品絕對是強 而且它有它的特色 更重要的就是它更為便宜 更為親民 這也就是無怪乎 在電動車還有很多產品領域 其實中方的這個 剛剛老師也沒講到了 你剛才特別講到 它現在不只是7奈米 5奈米 3奈米都往前推進了 那關鍵的理由是什麼 它的秘密武器會不會出來 我想問一下教授 因為現階段來說 華為它基本上在上海 要全新落成一個研發中心 這會不會是它未來的秘密基地 將來它所有的秘密 會不會都從這裡出發 包括我們長大3奈米 不要再講再往前推進的話 這個研發中心 教授跟我們介紹一下 它厲害點在哪裡 基本上來講話就是說 我們先從整個大結構的 面向去切 意思也就是說 中美貿易戰 或者是中美博弈的過程中間 美國會用盡所有可能的方法 去封殺晶片能夠輸往中國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對於中國的一些大企業 包括華為來講的話 其實都有相當程度的壓力 那所以就華為作為民主產業的 一個龍頭品牌來說的話 它一定要去自主研發晶片 相關一些供應鏈 因為如果沒有辦法突破 美國跟美國集團的一個封鎖來講的話 華為在市場的一個競爭力 會受到相當程度的一個限制 這個是一個大的一個結構的一個問題 所以等於就是說 華為去研發晶片 或者是朝更細緻的一個晶片 高階晶片去做研發 這個變得不得不然之舉 這是一定要走的一個道路 所以華為它其實也有 費金融非常多的一些資源 在上海的一個附近 開了一個研發的一個中心 那這樣的一個研發中心 它有一個非常非常宏大的一個目標 這個宏大的目標就是說 它要跟ASMO、KANO或者是NICON一樣 去研發這整個的一個高階的一個 晶片製造工具 也就是所謂我們一般所講的一個光刻機 因為光刻機 因為它的挑戰是 產業龍頭 當然 當然 就是說你龍頭品牌的一個企業 在整個的一個佈局 或者是一個規劃上面來講的話 你一定都要展現這樣的一個氣勢 這個氣勢不只是提振 中國大陸內部的一個民族士氣 它也是跟美國去叫板 所以作為一個龍頭品牌來講的話 它這樣的一個新的研發中心 它當然就會去把這整個的一個目標 設定的非常非常高 要跟ASMO或者是跟KANO跟NICON一樣的 一種相關一些規格 所以它聚焦的也是光刻機的一個研發 希望能夠去建構所謂的一個晶片供應鏈的一個一條龍 這樣的一個相關的一些模式 因為畢竟我們說光刻機 它是整個先進製程晶片製造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邏輯 所以它當然是從這個面向去著手 另外我們也可以給大家提供一個數據 這個數據就是說2023年的一個時候 它大概就花了1647億的一個人民幣 佔它的一個總收入的23.4%去做相關研發的一個工作 就是去年 對 就是去年 這是2023的一個數據 對 2023的一個數據 也就是說1647億的一個人民幣 佔它總收入的23.4%的一個百分比 去做研發 所以你就會看到就是說 華為它研發自主研發 也就是說晶片自主 自主晶片供應鏈 它的一個企圖性是滿滿的 除此之外在研發費用上面之外 它也跟比如說像青島或是深圳 或是全州一些地方政府所支撐的一些機構 去做一些整個策略聯盟相關一些規劃 它也希望能夠以華為做一個龍頭品牌 去整合現有中國大陸內部 在整個晶片製程過程中間 可以結合的一個力量 去把這整個的一個戰略縱深 給建構出來 所以這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就凸顯出 華為想在美國這個晶片戰爭過程中間 去突圍這個企圖性 是 因為這很重要 因為美中貿易在關鍵打 就是打在晶片站上 對 所以它現在要自己突圍 那我要問一下這個張靖老師 你看我們剛才看的這個市占率 這是今年的前六週 那你說今年我們剛才說了 這款星星再加進來 你說蘋果會不會再往下掉 華為會不會再往上衝 華為現在給蘋果帶來的壓力 是不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我想壓力是必然存在的 但是手機市場本來就是百家之謎 這個我漲未見的是比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個Vivo 華為榮耀這裡 你不能說是因為華為出來市占率高 然後這個 因為還有其他另外三家 Vivo 榮耀跟小米在裡頭 而且我們在用手機上來講 青菜 蘿蔔 大魚 大肉 因為他們兩個在真的是 那個價位的市場 但是其他價位的市場 其實還是有它另外的穩定的發展 我就要強調 美國用這些商業手段去打擊對方 日本的東資被它打垮的 法國的2014年法國 亞爾斯頓被它打垮了 華為從孟晚舟事件之後 變得更加小心 所以美國還會有更惡劣 更什麼的招式出來 但是問題是 就美國本身的國力而言 以及它盟友對它的支持度而言 華為能不能被它打倒 我覺得現在我們都把它在談手機 它真正最可怕的是 做那種大型的交換機 整個國家的基礎建設通信系統 還有很多尖端的人工智慧的科技 所以它跟奧斯頓跟東資而言 很難打死的原因 就是你最終砍它一個手腳 但是它很快 另外又長出一個巨弊 所以我覺得它可能是美國 在這個所有用卑劣手段 去打擊的對手之中 最難纏的對手 很可能到了最後 美國還必須要對它俯首稱臣 是 而同時來看到 其實華為它不只最厲害的地方 它還是看什麼 它打這個折疊機照出來 它的心境真的非常多 它現在的這個70系列才剛出來 但是已經傳出了 這一季它要做什麼呢 它要做折疊機 這個折疊機它是三折的 它非常厲害 那我們現在給大家看的 這只是示意圖 這不是真的實體的手機 可是現在網路上 就很多的這樣的一個 間諜照片都會出現 那你說做折疊機它的用意是什麼呢 因為畢竟之前來說 基本上蘋果它在這塊 基本上看起來已經放棄了 因為現在三星也要領先 那華為真的做得出來嗎 我們怎麼來做觀察呢 來 紀文哥 這個折疊機確實在 這個手機使用上來講 是一個亮點 雖然它目前整個 整體銷售量來講 就手機市場在1%上下 但確實就使用者的體驗 其實滿特別 尤其是之前大概一年多以前 我有一個朋友就拿出 三星這個折疊手機 我們朋友看都非常羨慕 這個螢幕非常的炫 還可以折疊 這個讓大家覺得非常的機嫌 太三折耶 它不是對折喔 是 所以讓我們就是看起來 我們的手機就是暗淡無奇 就是完全被比下來 我想華為是搶佔 這樣的一個手機市場 那我認為它早晚點 第一個就是 這個折疊手機的毛利比較多 那有保守估計就是 之前的這個折疊手機 它的零件的成本 大概和它零售價大概 只有30% 延使它的利潤空間其實很高 當然華為這個三折手機 如果推出或許它不會 讓這個價格非常的不親民 但至少也不會便宜到多少 延使它可以保證它的利潤 第二個就是它基於市場 這競爭的考慮 它推出這折疊機 樹立它競爭的一個 相對比較強勢的地位 那比如說它可以對抗三星 國內它可以對抗 中國其他像Vivo OPPO 或者其他的一些品牌 樹立它在手機裡面 更穩固的地位 那另外一個還有最後一個 就是由於小屏幕這個平板 這幾年 那由於說遊戲還有一些社交 在使用上來講 那頗受歡迎 而且那預估它的市場在成長 大概還有10%左右的空間 也因此華為讓這三折手機 未來可以在類小尺寸 這平板市場也可以爭取一些商機 因此對於它的發展來講 也是一個利多 好的 華為接下來的這個佈局 真的值得我們來探討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今天的廣告了 稍後回來帶您來看到 以色列開轟了 到底中東的核戰 有沒有可能一觸即發呢 雙方現在態度扑朔迷離 怎麼來解讀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更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近代環球大展現 掌握世界